所谓的正邪不两立 不管是下谷或者是下福 对于这些来说的话 当然一定要把它驱除掉 但是在西方怎么办呢 西方就有驱魔师了 一个非常有名的故事 这个故事是发生在1973年 这个人子叫Mega 他接受两个神父的驱魔 结果饿到剩下31公斤去世 驱魔结果还没有用 没有用 这个是他生前的照片 他生前的照片 蛮清秀的 对 他也乐观开朗 结果有一次他跟朋友 到一个古堡去玩 事后他们调查了 事后他们调查 他跟朋友进入到古堡去玩的时候 他就突然听到一些非常奇怪的声音 他回来他就变得非常的亢奋 亢奋完了他又开始沮丧 沮丧亢奋 沮丧亢奋 心情反反复复 然后他的父母亲觉得不对 觉得不对的时候 因为他是一个天主教的家庭 所以就请两位神父来帮他驱魔 结果没有想到 他经过67次的驱魔以后 他瘦了只有31公斤死掉 那他死的时候 那广播电台 你看就是我刚刚讲的 驱魔的片段 神父是奉主之名 命令他说真话的时候 他发生了尖叫声 那种尖叫声不是一般正常人 而是一种动物性的 那个狼嚎 我们讲狼嚎狼嚎的那种尖叫 那个音调是非常的高 那因为两位神父把他致死了以后 这里所以有他的驱魔照片 对 就是我们在德国看到的这一些 好 那把他致死的时候 那德国的法院对于这两位神父提出了告诉 因为他是说你除了你不能帮他驱魔以外 你更重要 他是被活活饿死 所以德国的教父就对驱魔把关 而后任何的驱魔需要主教的同意 我们再来看波兰 波兰的波萨奇神父 他创办了叫做驱魔师杂志 这本杂志 创办杂志 对 他创办杂志 他是在波兰他长期以来会帮别人驱魔奉主之名 我们这里上面看到说往往会出现奸声嚎叫 翻成咒骂等等 人籍孙父朋友农坛等 但是他其中驱魔的一个小孩子你知道吗 一个差不多十一二岁的 居然身体是道工 不是我们这样子趴下去 他是向后仰道工以后 大法师情节里面一样 对 差不多离地一两公分 就是说双手双脚没有支撑的时候 他突然能够离地 然后他就会从附身的人的身上里面听到一些很神秘的事情 就是很神秘的怪声 所以这个神父他创办了驱魔师杂志 他的目的就是告诉你 事实上的的确确 这个世界上有我们不能讲恶灵或者邪灵 的确是有附身事实的存在 透过了精神科医师跟神父的合作 进行驱魔仪式 他们发现九成应该是跟他精神状况是有问题的 欧洲地区有驱魔师 但是在美洲会有驱魔师吗 美洲也有驱魔师 美洲这个驱魔师跟别人还真的不一样 因为他有三个辣妹帮着他一起驱魔 华盖 这三个辣妹帮他驱魔是噱头还是真的有效果 我跟你讲 现在全美最夯的 来我们请看 最夯 对 非常的夯 这三个辣妹 你看到他你就吓一跳说 这个是驱魔师吗 他们不但是辣妹 你看水到这样 不好意思 他们三个人都是黑带的高手 空手到高手 空手到高手驱魔 他不仅仅是驱魔师 而且他是空手到的高手 他们会把那个被邪灵附身的人 把他这样 又圣经拿来抓在手上 然后按着他的头 对不对 然后面内有词 到最后这个病人就会把税务吐到桶子里面 然后就说 哎呀我治好了 他们上次还 多好笑 有电视转播你知道吗 他说这个女孩子是被一个中国人给附身了 被华裔附身了 这个被华裔附身 这个邪灵还有名字叫做贾斯伯 也是个女的 附在这个女的身上 不过这两个人差了五十岁 所以说我现在要把他从这个生理的给逼出来 好了栗刚你现在听我讲的 这么这样的辣妹是真的真的假的对不对 听起来像真的 我告诉你 其实他的父亲 他的父亲 Bob Larson 这是拉森家族你知道吗 原来是一个家族 一个家族 他是专业驱魔师 爸爸带着女儿出来驱魔了 对 大女儿叫布丽南 十八岁 小女儿叫戴斯 还有另外一个是他们 黑 就是说空手道班的同学 他说 真的我跟你讲 Bob Larson他说 我实在我一年要接好几百场 我已经总共驱了一千五 一万五千个魔鬼了 你知道我现在疲于奔命 所以说 我要找我女儿来帮我 他们受了很长的训练 所以这绝对不是骗人的 可是也有不相信的人就说 你看这三个辣妹 这样一直转一直转 然后就可以把人给治好 这叫虐待精神病患 因为有一派的说法认为说 其实身上有魔的人 其实是 他们是在精神状况 有问题的嘛 Larson就说 不对不对不对 我跟你讲 如果他是精神上有问题的 我们绝对不会治疗他 而且我们每次治疗之后 我们还给你一个清单 告诉你说 你被什么魔鬼附身 他有名字的 所以说 他的生意 应接不暇 来丽南 你看看 这样的辣妹 谁都愿意被他驱一下 对不对 美国现在在疯狂的是驱魔师 而台湾在疯狂的是什么 疯狂的是17亿 威力彩 明天要开奖了 这威力彩中奖的人 其中 有没有什么样的秘心呢 我们休息一下 来告诉你 我们下期再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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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y bwd6 到ains 2